自驾旅行是如何洗澡上厕所的 大家好我是姚姚 目前正开着这个二手面包车 自驾环游中国边境线 我出来已经有20多天了 最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如何洗澡和上厕所的 今天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这个厕所帐篷 它也可以用来洗澡的 然后把它打开 这个的话都比较便宜 几十块钱 但是建议不要买这种透的 我这个虽然颜色好看 然后女孩子嘛都像颜色亮一点 它这个有点透 然后把它打开过后 它这个里面配的有地钉的 你要把它给地钉砸好 要不然的话风一吹就会跑 这个天还是挺热的 这个天现在我在广西的东西这边是 二十多度 把这个地钉给砸到这里边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马桶 折点马桶 我今天给大家先演示怎么洗澡吧 然后我先去接点水 然后再拿你的户外炉具 这样子把水给接着烧热 烧水的话 你就自己用电用气都可以 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是怎么洗澡的 就这样接水 把水接满过后 把它烧开 把这个弄上去 你们看我这边 准备了两盆水 然后这盆都是冷水 然后把另外一个盆子 就来烧热水 这样子综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帐篷里边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一盘冷水 先放在帐篷里边 然后这样子浇着洗 然后给你们演示一下 这厂厕所怎么上 就是准备一个这种大一点 就是厚一点的垃圾袋 一定要厚一点 要不然漏了 然后套上去 它这种的话就是应急 就尽量还是不要在车上上厕所 一般都是找那种公共卫生间 然后这样子弄上 它就是一个折叠马桶 然后这样子放到里边 然后把盖子敲开 这样子就可以上厕所了 把拉铃拉下来 上完厕所 然后记得马上把这个垃圾袋 拿出来给它系紧了 然后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 就可以了 然后它里面也配的有这个 一种那种凝固剂吧 如果你是小号的话 你需要放一包这个凝固剂 它有一个这种叫做吸水固化剂 然后倒在里面 它就会让那个尿液变成固体的 然后也是防臭的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这是户外 户外露营这么久 是怎么上厕所的 怎么洗澡的 现在水已经烧开了 马上烧开了 倒在这个盆子里面 就可以进行洗澡了 明白了吗 那么肯定有朋友说了 这样子洗肯定没有 就是家里洗的舒服 但是咱们在户外的话 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就是能洗一下就洗一下 比如说这种天气 就适合自己接水洗 到了高原的地方 天气比较寒冷 比较恶劣的情况 你可以找一个中点房 或者是民宿 然后去洗一洗 这样子的 自家旅行的朋友 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啊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再见